一旦战端开启,台湾与菲律宾、日本等地的处境将完全不同。台岛必为解放群完全掌握,其对美方而言就是一颗死旗。这决定了台湾逃不掉被美国抛弃的命运。 最近,台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郭志辉面对台湾缺电问题提出了一个天才构想,声称可在菲律宾、日本等临近地方设立绿电厂,再以船只或海底电缆输回岛内。该言论立刻引发声讨。 要知道,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与台岛远隔重洋,无论采用船运还是海底电缆都有被封锁的威胁。 且在菲律宾的发电成本并不低,再加上传输费用,即便一切如愿,也无法降低台湾民众用电成本,只会让电价再创新高。 事情的诡异之处正在这里,这位主管经济的绿营官员本是精明人,为何会提出如此笨办法? 又分析点破其中的门道,因为所谓美国在台协会深度涉入其中。 台湾要在菲律宾建电厂,与美国让台湾在菲律宾建电厂存在着天差地别的巨大差异。 前者愚蠢至极,后者精妙无双。 前者会让台湾费时费力费钱,却得不到实质收益,后者却能让美方在不费时不出力不出钱的零成本下, 为日本、菲律宾等盟友增加电力供应。 前面提到电力从岛外输送回岛内,对台湾而言大不利。 一旦遭遇封锁将无计可施,但对菲律宾而言却毫无影响,甚至有利无害。 因为电厂就在菲律宾,台湾用不了,菲律宾正好可以直接接受使用。 一旦战端开启,台湾与菲律宾、日本等地的处境将完全不同。 台岛必为解放军完全掌握,其对美方而言就是一颗死旗。 这决定了台湾逃不掉被美国抛弃的命运。 对于这颗终将被抛弃的死旗,美国的做法就是在弃子之前尽其所能榨干所有剩余价值, 甚至不惜以城镇战方式毁台,以给解放军制造更大麻烦, 以使中国大陆陷入战争迷闹。 这一险恶用心,在民进党当局看来,却被称为美台关系史上最好的证明。 从郭志辉被骂到民进党被批,可见台湾社会仍保持足够清醒。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煽动两岸敌意对抗, 企图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势难得逞。 越来越多岛内民众已经看清, 以美只会害台,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